我的好朋友阿爷最近发现了荒野建造的天花板 男人依靠悬崖边的天然石缝搭建木屋 稍不注意木屋就会变木屋 男人花费两年时间 不仅搭出无私角路天观景台 还实现了考穿自由 阿强因为忘记情人节被老婆赶出家门 他和狗子只好来到野区 这个天然石缝就很不错 虽然空间狭小但独够隐蔽 老婆绝对找不到 说干就干 阿强对石缝进行改造 首先要清理内部空间 铲掉落叶和多余的离谱 阿强只是随意挥舞铲子就闪现楼梯 在悬崖边爬上爬下属时有点危险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阿强打算给楼梯修个护栏 他从野区搬来原木 咔嚓掉多余的部分修出凹槽 再用钉子和地上的小木桩完美结合 阿强熟练地把原木一分为二 铺在地上做防滑地垫 这样就算是下雨天也不会摔得狗吃屎 身为基建狂魔的阿强还修出一条相间小刀 专门通往他的小别墅 紧接着他在两边的石头上都敲出凹槽 中间卡入木棍当支架 另外一侧复制粘贴 他顺便展示强壮的肌肉 在两根木棍中间绑上从家里顺来的窗帘 简易的吊床就制作完成了 阿强一觉睡到第二天 露起袖子接着干 昨天睡觉感觉冷嗖嗖 原来是没有墙壁两面漏风 阿强找来粗壮的原木底柱将要滚落的巨石 然后在石块上修出凹槽 量好过道的长度 用锯子手动给原木加工 随后就是要进行葛装 木屋室内的框架很快就被搭建好了 多余的边角料阿强也没有浪费 他要在悬崖边搭建一个露天观景台 阿强是会享受生活的 他给观景台铺好地点 牢记生命成可贵的真理 阿强给周围都定成栏杆 在这里工作的心情都很哇塞 他又找来小木桩 框框几下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板凳 现在可以安心地摸鱼了 要强的阿强不想再睡简陋的吊床 他用凿子和锤子在石壁上抛出窟窿 用木棍搭出床架 紧接着放上木板 最后只需要一顿悄悄打打 床部不算大 但足够他自由翻转 闲不住的阿强又开始完善墙壁 他在缝隙中塞入原木 要的就是严丝合缝的感觉 阿强三两下又用木板敲出一扇木门 给他们装上盒叶 固定在墙上 门锁可不能忘记 后门的操作也是如法炮制 不给老婆闯进来的机会 小别墅的框架初见雏形 要想知道阿强的别墅建的怎么样 快去关注我的好朋友阿姨改造吧